白狼他跟主力包的關係緊密 警方已說了將會加害百名緊密戒備 而白狼扎安樂表示如果對方挑釁的話 如果不挑釁他就不會動手 要不罵 要工作 要生存 用口號德國跟反國貌學生嗆聲 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白狼扎安樂 甚至打算跟學生對話 今天是愚人節 我認為呢 現在只有很大的謊言 就是關於複茂的說法 那我想明天愚人節要揭穿這個謊言 刻意調在愚人節當前 白狼似乎沒有用意 但外界對白狼過去的印象 就是跟主聯方沾上邊 警方接火起之後 難免擔心 你要打我們的男人 對不起 就不義氣 不管你是誰 但是 我們會挑釁 以言 粗暴網可以接受禮票動手 出於利益活貌 白狼張安樂認為 能藉此提高薪資水準 22K有機會變成55K 擔心焦點會模糊 討厭不出席 只讓勞工們堪取發生 謝謝 distrib Directory 我們有願意 今天我們還是在摘 廟期間保安在一位 さらに推進去 第五位 我們先要麻煩 期間的戰略 始終會寫 假裝有難免 總共有 libert心 進行